支柱 醫師從民眾的病症上 能夠推判他們有哪些生活習慣 2022年11月 慈濟在藍皮尼的首次大型診診之後 規劃了健康社區藍圖 提防身體治療 我們希望說能激勵實力 就是做一個工作坊 來培養一些當地的一些種子 守護到村民的健康 守護生命 守護愛 慈濟人醫會依據當地需求 規劃系列課程 幫助種子志工 認識疾病與飲食的關係 也演練操作簡單的測量器材 例如血壓 身高體重 那麼我們希望說 下一步就是下鄉去招去 這些已經有餐飲工作坊的 這些志工們 一起來做社區健檢和衛教 才可以預防這些後遺症 今天我們來做社區好處 黑暢咨 黑暢咨워 Buddhist看法 大愛新聞 優尼斯 尼泊爾報導